好 這個剛剛這個 三三也再講一次 他說他現在 不好意思 七十歲 然後他沒有老花 趕快還有辦法拿針穿線 我到現在都這樣 然後牙齒都是針的 是 沒有壞掉 沒有吃牙 沒有吃牙 一天只吃晚餐 主要 早餐 午餐不吃 喝咖啡 起床喝一杯咖啡 然後只睡四小時 是 就夠了 這樣 不怪他先冠 先冠 看 眼鏡冠給大家看 我這樣做小問的 你看 整個氣質都嚇 沒有 你們是大盲人 我沒試看 你知道我本來 五十二歲 五十三歲進城 我覺得自己真的很厲害 沒有筋繩 沒有老花 沒有散光 可是真的就像我們講 有時候身體一退化好快喔 差不多半年 半年前去檢查 哇 五十幾 你真的好棒喔 這個年紀的 眼睛這麼好 不然你後來 斷癌室 馬上一百七十五度的老花 速度這麼快到 有時候三三姐又說 他吹氣都真的 這個 這個沒有什麼好稀奇的 你現在 老師 我覺得你剛剛戴那個眼鏡還好啦 還好 還可以看 對 以後你就會這樣 沒有 真的 那個 其實因為狗頭 我平常都也這樣 我以前都 我以前都不知道 為什麼老花眼鏡要戴到這裡 你七十歲問這個問題 很不道德 很不能理解 好 我跟你講 我以前也不能理解 我以前都覺得說 菜龜姐 眼鏡好 眼鏡好 你戴這樣 不知道比較好看 你戴這樣 怎麼會好看 我跟你講 後來我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不是多焦鏡片 所以老花可以看近的嘛 所以你要放這個位置 你要看橫的這樣 你不能這樣 因為看橫的老花會猛 你頭部會猛 所以這個位置 嘟嘟好 你可以看遠 也可以看近 都可以 我後來懂了 你知道 你了解了嗎 後來懂了 我真的完全懂了 可是現在不是有一種眼鏡 叫多層次的嗎 多焦 沒有 我就先 因為他沒有近視 因為我沒有近視 然後那個三三姐剛剛講一個 更厲害的 她說吹氣都真的 這不夠牛 她說可以啃那個 甘蔗 甘蔗的 你還在喊甘蔗 人家 人家喊甘蔗 多好玩的 你不知道要放皮一下 我現在不是說放甘蔗 沒什麼的 就對了 沒什麼的 一定要放皮 你說到 把腦袋叮得都整個 你以前淋淋手就很大鋼牙 從小真的啃了牙齒像我爸爸吧 我怕八隻幾個牙齒還好 你竟然那真的很厲害 而且我的骨質更好 厲害 厲害 我才去檢查 我七十歲 我的骨質四十幾歲 骨質喔 所以你也沒有骨質疏鬆 你怎麼會在運動 也沒有 完全 這是不好的習慣 不才我們一般世俗都換習慣 那我有啊 黃醫師你跟他拚 對 今天我們車碼會多加五百 講勵一下 你可以多說 真的 沒有問題啊 蹲了還有你這個手 有沒有 你這個手也可以這樣 你看 我一斤沒辦法 有時間沒辦法 等一下給攝影機看一下 真的很厲害 很多人不能這樣 再來這個 很軟Q耶 厲害 真的很厲害 來 黃醫師來 攝影機看一下 攝影機看一下 你看你們兩個背後 你看 黃醫師你這個動作沒辦法 我以前曾經用過這樣拿麥克風 在台上唱歌 以前不是有一個輪語歌后嗎 對 我就假裝我是斷臂歌后 我就這樣出去 輪語歌后是李沛青嗎 對 你弄一下 來 我現在OK啊 我這樣可以嗎 厲害 你可以啊 柔軟 來 宜妮呢 可以可以 勉強 可以 其實你其實這個都是很OK啦 那沒有什麼 太矮了 這個都是沒有關係 來 黃醫師 矮一下 來 不好意思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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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不中 不中 來 素卿 我不行啦 我從二十歲就不行 你今天來的作用就給大家看一下 阿瑞大家 我真的不行 你看 你也是碰不到耶 素卿只能到腰 這個需要有一點柔軟 這個需要有一點柔軟 而且我兩隻差超遠的喔 這個可能跟柔軟都有關 我就是 我就是一個硬漢啊 我每次在瑜伽課都鶴立肌群 老師說可以再低 我不能 健康柔軟 那宜妮 你要看他怎麼吃 早餐 午餐不吃 其實三安姐 我們剛剛總規矩就是 他可能是基因很好啦 因為正常人 其實在營養學裡面 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所謂的定時定量 那一般人可能會覺得說 吃三餐這樣子 可是有些人可能長期 他就只有吃兩餐 那對他來講 也是所謂的定時定量 所以他是長期這樣子嘛 你就是不是說 可能這個禮拜吃三餐 下禮拜吃四餐又回到兩餐 沒有 那對他來講他是定時定量嘛 然後睡眠時間的話 我們現在普遍是建議六到八小時 可是因為他只有四個小時 就要看他睡眠的品質 比如說他這四個小時睡得很熟 那這個也是一個好的一個睡眠的 我們就說睡眠健康衛生是很好的這樣子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因為像我們在醫院 常碰到一些癌症病人 他在講他的那個過去的一些生活史 家族史的時候 他有提到幾個比較高風險群的 第一個就是說 可能跟你的 如果你媽媽那邊有乳房的這個疾病 這個可能就要注意 你就是高風險群嘛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有一些工作 像我我這常常碰到幾個的乳癌的 年輕的女生從事的工作 我自己碰過的臨床上 第一個是空姐 空姐蠻常碰到的 因為可能是 因為就像剛剛提到的 日夜顛倒 對 我碰過那個空姐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自己的護理人員 為什麼 因為護理人員有小夜跟大夜 對 這個也是高風險群 所以其實在醫院 我們護理人員都會定時去檢查 因為工作關係 然後第三個是那個 我蠻常碰到那個 生第一胎丸的媽媽 就是因為壓力很大 他們在講說 他們就是 自嘗後憂鬱那一種 對 就是就是 就帶第一胎丸之後 一兩年之後 他得了這個乳癌 然後他就說他這就沒有幫 他沒有幫手 他可能這一兩年 都就是剛生小朋友第一胎嘛 他就自己來 所以他就處在一種壓力很大的情況之下 這種我大概碰到這三個族群的女生 得乳癌的機會是很高的 所以其實說明說 如果你的壓力可能也會造成日夜顛倒 荷膜的改變是會造成的 那珊珊你現在這樣還要再追蹤嗎 再追蹤 我不管了 我本來五年之後呢 就是說 醫生就是說 你一年後再來追蹤 我問他為什麼一年 他說你現在五年滿了 你現在也沒有優惠啦 本來我五年之內 五年之內我的診療費是一百五十塊 五年之後我的診療費 變五百多塊 六百塊 我說怎麼會變那麼多 他說因為你的滿五年了 所以沒有這個優惠了 那我就跟我醫生講說 那我自己 自己 自費 自費來做診療 可以嗎 他說我可以啊 他說你要怎樣 我說三個月檢查一次 我說為什麼 我都沒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還有一個人工 那個人工的那個 血管 血管在 後來被我摔壞了 被你摔壞 被我摔壞 因為我公公那時候走的時候 就是出來嘛 然後就不小心 就這樣正面 不是 就是側面 跌倒一樣 正面就這樣整個啪下去 下去 我老公嚇死了 他說要叫救護車 我說不要 我起來就好 我是整個喔 直直的 啪這樣下來 後面這樣 紅葉下面是大理石 我只知道我的頭好痛 大理石受傷了 我的小叔跟我先生說快 趕快叫救護車 旁邊就圍很多人 因為那太大聲了 整個你 你這樣直聽你下來 你怎麼這樣 吐下去 也不知道 我不喜歡那個火葬場 就出來就覺得怪怪 然後他一聲我就說 怎麼這麼衰 只是這樣怎麼這麼衰 然後他們就要 我就不要 不要扶我上來 我自己是起來就好 然後就慢慢起來 慢慢起來 他說你會不會怎麼樣 我說什麼 怎麼樣 後腦稍痛痛的 我說沒事 你們都不要動 我就自己起來 起來 我第一個就是打電話給我的醫生 我說我摔了 我頭撞了 那現在怎麼辦 是不是要上醫院 他說你有沒有吐 有沒有暈 我說都沒有 那你現在人呢 我說站在這裡跟你講話 我說你那麼強喔 那沒事回去 如果這山在內有吐有幹嘛 一定要跟我講 如果有發燒的話 你要上急診 我都沒有 還有第二次摔就是啪 我的正面 那個正面摔是在家裡 摔到我這個 大概裡面二十幾針吧 我也沒有去縫 然後整個還好沒有去縫 你怎麼知道二十幾針 很長啊 那個那個線很長啊 整個這個 他自己估算 自己估算就害你怎麼會這樣 很長嘛 因為你裡面 整個都這樣拉長了 全部都是血 然後呢 我說還好鼻子是真的 什麼都是真的 要不然連鼻子也沒有了 我起來我也是跟我老公講 不要碰我 我老公也是嚇死 他想說這兩次摔不是這個斷的 就是那個壞 結果那一次正摔 是把我那個人工血管摔 摔歪了 我覺得你今天來是 要說你很強的 不是 我很強 我很幸運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